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一下這個天長M的變身系統 那這個變身 這個系統啊 主要是用卡片來抽取 那這個可以從他的商店裡面來 抽取 從這個商店裡面的 卡片區 在這邊來抽卡 抽變身跟抽娃娃 那這個藍色變身是5萬塊 5萬塊是可以抽品質白色到 藍色的 區間的這個變身 那紅色的9萬就可以抽 白色到紅色的品質 那這個娃娃也一樣 那我剛剛有抽了一次這個9萬的 然後結果我發現我的金錢 金錢這方面這個是沒有 被扣的 所以 這個可能是這個商店的一個bug 所以是他的問題啊 他的還沒有修正 那我們可以 從這個重燈 來看我們的金錢有沒有被扣款 像這個現在是14萬喔 等一下重燈會被扣9萬塊 變成5萬多了 所以是 他有顏值扣款的這種現象存在 所以當你在商店購買東西的時候 你可能買了可是你覺得沒有被扣 以為是免費 免費的 所以你就一直買一直買 買到最後你 會發現你的金幣都被買光 所以 在商店購買東西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這個現象 我本來以為也是這個是 以為他是免費抽的 就 問了一下 才知道原來是他會有這種問題 所以 當你買了之後 你發現沒有被扣的時候你就 重燈一下就可以回復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他的變身系統 變身系統從 這個 三條線這邊點進去 然後這邊可以有一個 類似卡包的東西點進去 可以進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他有兩部分 我們今天講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是這個 你的卡片 抽到的卡片 還有他 有哪些 變身可以 讓你看 像這個第一個 第一個是我們目前的 我這隻 這隻角色常用的一個變身 或者是有抽到的 然後這邊是 大概是從下面開始變 變上 變比較好的 像下面這個是白色 白色的變身 然後接下來是綠色 藍色 紅色 還有紫色 再來這個是你常用的 那他這邊還有分三個 分三個 這個就是你 擁有的變身嘛 那沒有跑出來的就是還沒有 沒有買到沒有抽到了 那 這個是你擁有的變卷 你用這個變卷按下去就可以變成這個角色 然後這個是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是你目前所收到的 卡片 的變身 那這九格就是你按變卷 你在包包 點變卷 會出現的 九格常用的 那也可以從這邊 如果 你的 你要變的 角色沒有在這裡面 你可以從這邊點 然後再去選擇你的是哪一個品質的 那你也可以從這邊更改你的 綠色的 像這個 把它改掉 這樣就跑過來了 這樣就跑過來了 就這樣子 那 第三個這個就是合成系統 所以 大家是 你要擁有 第二張 就是 從一個角色你要抽到兩次 大家就會顯示1 像我這個妖魔有抽到兩次 所以他有一個1 大家這邊也可以看 如果有一個1就是可以把它拿來合成 他要 8個吧 這樣把它合掉 然後我這8個 6個 所以6個就可以合成 應該是這樣 好合成 合出來又可以再轉蛋一次 6個 所以又有到白色的兩張 可能沒啊 覺得是合成系統 找不到33 就可以合成 這個白色的白椅這個是剛剛 剛剛合出來新的 那這邊 這個是卡片的圖鑑系統 收集系統 如果你有收集到大家規定的一個 卡片的話 就會有一個額外的加成 像這個 黑肥跟白肥就有額外的加成 HP加5 他有很多啊 實驗的加成 那 他這邊有兩個選項就是一個是全部的 這個是全部的 這個是全部的 接下來這個是 列出你 擁有的 這個 這個是擁有的 這是我目前有的加成 這個是沒有的 這我上次的那一拳 一個是有的 他 其他兩個 目前還不太清楚 所以他目前這個變身系統 大概就是這樣子 他之後不知道我也不會帶 進行修改 所以如果你當你 缺少變身啊 這樣你的妖精沒有 變身 遠距離攻擊的變身 的話你就可以每天來這邊抽 抽著9萬塊的 抽著一次 看能不能抽到一些比較好的變身 因為變身 打主加成的能力是很多的 所以大家可以多 抽一點 變身系統都接到在這邊啊 大家拜拜啊